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街上的汽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马路上 没人操控 一脸懵逼的他来到一栋别墅 敲碎玻璃进去后也同样没有人 城市里飞机和火车都撞到了一起 来到实验基地后 这里只剩下一具博士的尸体 原来博士已经擅自开启了闪光计划 此时实验室的门已经被封死了 还放射出很多次外线 扎克在其手间安放了天然气装置 引爆后从炸开的墙壁逃了出去 他搬进了别墅里 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过上了奢米的生活 这家住腻了就换下一家 车也可以随便换着开 他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寻找还存在的人类 到电台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录制好后反复播放 在墙上涂鸦 用大喇叭在街道上找人 但是一直没有收获 慢慢的他感到非常寂寞 一个人的世界实在是太无聊了 于是他换上了女装寻找刺激 哇 太美了有没有 他还到处搞破坏 做着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久而久之 扎克厌倦了现在的生活 他想到了自杀 刚把枪口对准自己 一声巨响 附近的豪车爆炸了 扎克凡然醒悟 他不能死 他死了地球上真的没有人类了 他又改头换面好好生活 就自这时 影片的女主出现了 她叫乔安娜 两人干缠烈火 一见钟情 一个人的寂寞恐怕只有他俩懂吧 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两人决定一同寻找别的幸存者 扎克告诉乔安娜 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 很可能和他们研究的电网项目有关 闪光计划导致地球上的磁场和能量都变得不稳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 两人找到了新的幸存者阿皮 原本的二人世界变成了三人世界 三个人坐在一起回想灾难发生时的情景 阿皮说他当时正在和同伴打架 晕倒在了水里 醒来后就发现地球上突然没有了其他人的痕迹 扎克当时因为否定了闪光计划 被同事排挤 他吃下安眠药自杀 第二天醒来后就发现仅剩自己一人 乔安娜是被电吹风给电死后又突然醒来 三人在死之前都看到了红色的亮光 扎克觉得一定是能量发生变异的一瞬间 他们的濒临死亡的状态 让他们躲过了此次劫难 扎克本以为自己会和乔安娜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是乔安娜似乎更喜欢阿皮 这让扎克很是伤心 通过计算 扎克说马上会有新的能量灾难来袭 只有炸掉实验室 他们三个人才有可能活下来 随后三人弄来了一车炸药 来到实验室附近 扎克看着乔安娜和阿皮尼能我能的场景 决定牺牲自己成全他们 恍尘回家拿运送炸药的遥控器 独自一人开着卡车冲向实验室 当炸药引爆后 时空再一次发生了扭曲 扎克并没有死去 他出现在了一个海滩上 远处的天空 新的星球正在冉冉升起 假如地球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你会做些什么呢 你能坚持一个人生活多久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关注哦 下期再见 嬷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